一年一次的社區歲末祝福活動 三重禁思堂很熱鬧 還在讀國中的陳鴻玉 抱著主統回娘家 還當起了志工 穿梭在人群裡奉茶做招待 因為這個是要尖住去的 後來覺得很開心 陳鴻玉小學時父母親李懿 慈一志工協助輔導功課 一路陪伴 他早把慈祭當成自己的家 每一年拿到的福惠紅包 十分珍惜 是他的幸運福 會放在書包那邊 或是錢包裡面 會看得到的地方 我又會很開心 人品典範吳寶晴 要照顧四個孫子 依舊早起薰髮香 天天做慈祭 他邀請大家一起來付出 所以我來這裡 感覺說人生過得很豐富 也很有意義 我也要來邀請各位鄉親 等到町來做主桌 好不好啊 好 祝你健康平安 分享歡喜 也分享社區的愛 一起祝福新的一年 更有朝氣和希望 大愛新聞之聖美志工 楊竹雅 陳鎮德 宋建華